那我们这个认知里面呢 就是有五个认知 我们已经知道认知神的旨意 认知五个批 今天是中间的这个认知自己 我们一定要认知自己 很清楚才能够好好的规划 我们要做什么的工作 而且呢也这样子帮助我们下礼拜 去介绍给别人你是谁 怎么去跟别人认知建立人脉 跟最后的一刻里面 让人家知道你是谁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认知自己呢 首先要让我们肯定的认同说 哇神把我们每一个人设计创造 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一个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呢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杰作 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些的书用这个题目 就是讲到怎么去发现我们的优势 而且不单止发现 而且要有好的机会 无论在工作服饰家庭社区 都能够去发挥 然后我们也看过这个电影 跟听过这个故事 我是很喜欢这个电影 我们一家人去看的 就讲到说这个 Michael Orr 美式足球的很有名的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一五四处 什么都不会 别人都取笑了他 然后他这个养母呢 白人就把他带到家里面去 结果发现他是很会保护人的 结果呢真的用他这个区分原则 这个优势很会保护 就在这个美式足球当中 就是能够去保护这个球 而不只是看到他很多的短板 这个木头原理常让我们想到说 我们什么的短板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多认识我们的优势 那短板又慢慢的去培养 可是重要的 一定要清楚你的优势 是什么怎么去用 圣经在加拿大书也告诉我们 不要跟别人去比较 我们重点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行为 去有信心的去 不是去骄傲的夸张 掌立自己 而是有信心的去 英文更清楚 without comparing 不要跟别人比较 因为人比人气死人 而且呢 当神设计我们每一个人 是一个杰作的时候 都有他的目的 是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工作 英文很棒 handiwork 就是masterpiece 就是神的杰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不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像我过去跟你分享 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 同样的像刚刚Lisa所分享的 神在每一个转折点 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岗位 神都要装备我们 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要去做 所以很多人时候 我们就想到这两个字 gift跟talent 都是恩赐天分 有什么不一样吗 英文就很清楚 gift呢 就是当你用到神给你的恩赐 而且用来祝福别人 去给出去的话呢 就是一个恩赐 gift 你用了 就是give away 给别人 就是恩赐 可是如果你是talent 哇我多能干 我有多好的天分 你一直在take take 记得我们那个死海 结果没有去祝福别人的话 就是一个talent而已 那我们要gift还是要talent 当然我们要gift 所以呢 讲到这个talent 有一个很有名 我们都知道的 Albert Einstein 他讲的这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天才呢 其实是1%他的天分 99%是他的努力 然后孔毅老师 他就这样的理解的 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我们独特的地方 我们那个1%是什么呢 我们的天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5个P里面的中间的那个passion 我们的热情是什么 What makes your heart tick What would you enjoy doing even when you don't get paid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回馈 你都很愿意去做的 若有一天空档 你什么都不要去做 你喜欢会做什么呢 除了休息 睡觉 玩游戏以外 你那一天 会喜欢做什么呢 那个就是你的剂情 所以孔毅老师就说 你要找到你这1% 是你的唯一 你做专长 你的热情 然后用你的99%的汗水努力 去把它强化 扩大化 结果就成为你的第一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 有这几项 我们的个人品牌是什么 你的Shape String Finder 还有Swap 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而且帮助你 你要在工作里面 很容易的跟高管沟通 跟任何同工们沟通 而且呢 也帮助你能够面试的时候 有一些很好的工具 面试的秘诀 那这些呢 我在最后一课当中 也会多 继续的多探讨 然后我们的个人品牌 没想到我找到这个图 其实是我先生找到这个图 跟我们的五个批完全是吻合的 他说你的个人品牌是包括从右边过来说 你的 vision 愿景 你的价值观 Value 你的使命 mission 还有你的形象 image 所以就是我们跟五个批完全是相互相成的 就是我们的目标原则 我们的激情跟绩效就是代表我们的使命 然后我们的人脉呢就表现出我们的形象 别人是怎么看你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个人品牌 然后我收到很多同事们给我的退休礼物 当中就是一百个同事被邀请了 都写了长头诗给我用我的名字 所以这些就是例子个人品牌 所以你看到这个Elaine这个个人品牌 你过去跟我认识跟上我的课 你都觉得说很吻合 工作热情热爱他人 不断创新名字决定 从不说不还有界限的不断指导 所以这个个人品牌 我们对自己认识的时候 你第一个工具可以用你的名字来试试看 问你的同事问你的家人 你去写你的个人品牌是什么 用你的名字来做一个长头诗 可以用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的 而且呢我发现 我过去几十年的工作跟培训当中 就定义了有八箱有不只是智商情商逆商 还有总共有八箱我就把它配上去了 然后下一次的课我们就会更深入的探讨 怎么去工作如何工作就是要把这八箱 好好的培养跟发挥 那另外我最后的一个老板 他就写了一个很详尽的 Elan Cone的长头诗里面更是把这八个Q呢 很清楚的展示出来 我就不详细的去讲了 那这八个Q呢 就是我们五月份 五月七号到六月二十八号 八个礼拜 在美国的话呢就是晚一个小时 因为我们时间会改到下令时间 那希望同学们为这个祷告 要不要继续跟我们走这一个 带耶稣上班的一个路程 当中你就会学到 领导八箱里面的listeners 就是我们做领导 最重要是要是一个聆听者 就来学到这八项各样的一些方式 来让你在工作当中能够容神艺人 所以你知道个人品牌 认识各样的方式来形容你自己的时候 比如这时候我自己 用在某一些的简历当中 你就能够形容说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在你面试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 因为我常面试学生 跟面试过的员工的时候呢 肯定会问 你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要给我们一些的例子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关键词 那当然除了这个字句以外呢 还要有数据 所以不单止说你会做什么 而且就是硬实力 而且还有你的软实力 你是如何做的 还有多少 得到多少的收入 多少的省了多少的时间 管了多少人 所以一定要有数据的 那我们最后一课里面会更详细的去讲 然后呢 我们下面讲到Sring Finder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的其中个人品牌的五个Sring Finder的最高的五个优势 而且呢 跟我要工作里面服饰是完全是很吻合的 我几年前才做 以前没有做到 做了以后我才发现 怪不得我那么喜欢我的工作跟我的服饰 因为我真的用到这五个优势 就是A B C D R Achiever 成就 非常努力的把事情做好 Believe 信念很强 对我的神 信仰很有强的信念 对人跟对事也是很有信念 然后Connectedness也是刚刚Lisa说 要跟朋友 同事 客户能够有好好的连接 然后Developer就是培养 做很多辅导的工作 最后呢 又是Responsibility 所以做事情很有责任感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五个优势 那除了个人品牌这样去认识自己以外呢 还有我们都认识Rick Warren牧师 他写了《标杆人生》 他里面呢就定义了每个人都有这个Shape 这五方面也是来多认识我们自己的 那我很高兴另外一个课里面呢 同学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我们就给大家可以去用 再上线不用钱的来看看 你的S spiritual 属灵恩赐是什么呢 那这是另外一个课里面同学所写的 这个是他的属灵恩赐 我知道在这个班里面有好多非常热心服事主的 我知道很期待看你们的属灵恩赐是什么 然后H呢就是你的Heart 就是跟我们的Passion一样 你的激情是什么 那我呢就是教导 你们也知道了 那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激情去分析写出来 A呢就是Ability 那我们的String Finder也是可以帮助你展示出你的软实力 那当然也有你的硬实力的能力 然后P呢就是我们的个性 Personality 下面会有一些不同的工具 可是都不要去 不一定要都要去做 就是有几个我希望你们去做的 最后呢就是你的经验 Experience 因为你的经验也能够定义到你的Shape 你的形状 怎么去用这个Shape 来去工作跟服饰 所以这个上线的一个工具呢 署名恩赐的测试 总共有16个恩赐 你们都看到了 你们可能已经想到你们是哪一方面的 那这个同学做了以后 就发现他最高分的五个属灵恩赐 是行政管理、教导、知识、劝慧跟牧养 那我们当中也是有牧师跟有师母的 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容易就看得出 你们的那个结果是什么 那刚刚就是S spiritual 那H呢就是我们的激情 有这个同学就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 我们也刚刚说了 Passion就是what you enjoy doing even when you don't get paid 就是你没有得到任何的薪水 你都很乐意去做的 那这三个问题可以问说 你要热爱服侍怎么样一些人 是或许不同年龄的不同阶层的想想看 你乐意回应什么的需要 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需要 你愿意去回应呢 你想征服怎么样的一些理想 那这个是同学他自己的一个回顾 他自己的思考的一个答案 那A呢就是我们的能力了 硬实力跟软实力 那我们下面多看这个String Finder 这个同学呢公司安排 结果他做了三次的优势测试 String Finder 非常有意思 那在十年里面 你看到它是有点变动 那有两个呢一直都没有变的 而且也是我刚刚跟你们说 我ABCDR里面的 就是Connectedness 它的连接跟人家的关系 还有Developer 就是伯乐很愿意帮助培养别人的 这三连三次当中都没有变的 那平常我觉得做一次就够了 那P呢就是Personality 就是你的个性 那个性的测试有很多种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 我以前也做过 我们公司里面 也要求我们做的Maius Brick 就是有16个不同的 然后呢用四个字母来代表 你是外向呢还是内向的 直觉的呢还是感觉的 然后怎么样去做决定的 是比较判断性的还是看 容易受环境所影响的 最后一呢这个同学就讲到说 他的经历有正面的有负面的 而且他成长的经历也是蛮多 有负面跟痛苦的经验 所以他就想到说他的经验 怎么可以帮助别人呢 我们都说神是什么都不浪费的 他是很中国化的 所以像这个同学不容易的经历 童年跟试念也可以帮助其他 有这样的挑战的人 所以这一些呢就一个很多的例子 你们可以拍照 如果有兴趣多看的话 那我没有说要建议每个都去做 其实也不需要 至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